你 连连能跨出这一步啊 实在是让我料想不到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要不这样吧 我请你吃个饭吧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赏光 杜总 您太客气了 主要是我这人吧 挑食 不太喜欢在外面吃饭 我知道你怕吵 所以我特意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潘老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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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 你跟我 来呀 多少声音不见了 来 让哥们儿抱抱 想死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我想看看你不行啊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不是上次见过面以后啊 十一说你们这冬天没见了 所以想一起吃个饭 叙叙旧 杜总 您看 不巧啊 我朋友来了 既然你们老友相聚 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位是 冠虎 我忘了介绍了 这是我学生的家长 杜天杜先生 杜先生啊 李时宜 这是我的蜜片 我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趁心投资的杜总啊 久仰 久仰 久仰啊 那个 相亲不如我欲 不如今天我做东 吃个面饭 不如我 你们老友相聚 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呢 好 好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好 明天见啊 走吧 林林 杜总 你女儿啊 真漂亮 长得像个爹 我说李时宜啊 你没看出来吗 那个人对薇薇有意思 没看出来呀 可能是我对艾薇没意思 所以我可能觉得 别人对艾薇也没意思 我 不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个材人爷 大老板 知道我为什么放弃 和他套进户的机会吗 还不是因为你吗 是足吧 李时宜啊 李时宜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可是一点没变呀 你掉前眼里了吗你 你俩是当我不存在是吗 还走不走 还要不要吃饭了 吃 必须吃 喝点去 走 老萧他是老革命了 他一心就是想着 献着青春 献子孙 他才不愿意把这个子孙呢 献到美国去 这些好了 你们回来了 我们一家终于可以 吞吞圆圆地在一起了 是啊 我知道这两天叔叔啊 真的好开心 您放心 我跟萧战有时间 我们明天都会来陪你 由你这句话 阿姨就心满意足了 你们工作也忙 是不是 你就不要考虑我们了 把你们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我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你们早点结婚 了却我们一桩心愿 阿姨 您放心 结婚这事 我跟萧战商量过了 我们尽快办 但是只不过 现在实验室属于初创阶段 很多地方需要钱 所以结婚我们打算 就简单办一下 好 那都依着你们 我们家也不讲究这些心事 我听老萧说呀 你爸爸他 你以后啊 就是我们的亲闺女 老杨 今天老萧怎么没来呀 和儿子在家呢 这是我的儿媳妇 这是王阿姨 肖战回来了 回来了 你朋友也是美国带回来的 肖战呢 他回来了 这媳妇也回来了 我这媳妇可厉害了 在美国教授都不当了 他是研究中医药学的 就是要回来报效祖国 快快 这境界不得了啊 前学生一样的 爱国科学家呀 王阿姨您过奖了 老杨啊 你这儿子媳妇都回来了 又多那么有出息 你们老两口啊 高兴坏了吧 当然了 肯定是高兴坏了 我跟你说啊 吃喜酒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啊 没问题的 好好好 回聊啊 好好好 好 你没说服啊 够精神的 这点酒算什么 你这酒可不灵 比你老爸是太远了 今儿高兴了啊 以后不能这么喝 毕竟是上了岁数呢 放心吧 你爸爸这身体啊 没问题 上回因为高血压送您上医院 别忘了啊 上了岁数了 就得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 不能再那么固执己见了 现在是终于轮到你来给 爸爸上课了 不是 不是给您上课啊 其实我呀 一直就想心平气和地跟您聊一聊 嗯 您说这么些年啊 我们俩闹得 你不想见我 我不想见你的 图什么呀 喂 这个话咱们可得说清楚啊 不是爸爸不想见你啊 可是你不想见爸爸吧 没有 我觉得就是您不想见我 您说大小啊 没有一天不按您的规矩来 是不是 您拿我当新兵练 也没问题练练呗 可是您不能把我贬得一无是处啊 我当时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躲您躲得远远的 我就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让您好好瞧瞧 有 官司缠身的时候 也有 但我都咬牙扛过来了 你妈妈给你的钱 你怎么不花呀 是嫌弃我们啊 不是嫌弃 我就是不能动 我不能一边喊着自由的口号 一边还动您的血汗钱吗 这钱我要动了 我就不是肖战了 我要动那钱 我还能是您儿子吗 要说您对我影响最大是什么呀 就是您身上这不倔强劲 你这么倔强 现在跑回来了 怎么的 在国外遇到什么事呢 那这老革命的观察力 还是够敏锐的啊 说说吧 困难的是有的 但是已经不足以祈祷我了 我就是觉得 在那边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是越来越没法融入到美国社会 可能还是因为 我骨子里就是中国人 打小您教我那些东西 都是融到我的骨肉里的 没法忘也根本忘不掉 我也想大鹏展翅 可我就是一只风筝 现在另一头呢 是深深地埋在中国的这片土地里的 我之前 没有太感觉出来 但是小青呢 她一直看得非常清楚 她一心就是想回国 发展国家的中医药事业 其实要不是她下定决心了 我还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能够下定决心回国呢 好 好 好啊 家儿家父 我小美国这辈子值了 上队得去国家 下队得去祖宗了 爸 我以前不懂事 没明白您这份苦心 您不怨我吧 爸爸是老革命 能跟你个小兔崽子一般见是吗 来吧咱们一人啊 就用这茶了 把这杯茶咱们喝完啊 过去的一切 翻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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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前段时间摊上官司了 怎么样 提起这事啊 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小天和肖战 他俩真是帮我躺了这事了 让我损失没那么大 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啊 我也看到了本质 这美国佬对中国真是有偏见 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中草药的认识 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呢 这肖战和小青怎么样 这一想啊 好多年没见了 挺好的啊 她俩 你们还不知道吧 他们俩已经回国发展了 回国 按肖战的性格 他怎么会回国呢 他当年可是坚定的留美派啊 因为爱情 这因为爱情 这可拖了好多年啊 看这 看破不说破 也不全都是为了爱情 主要她在美国呀 受到隐形的排斥 心里边也挺憋屈的 回来就回来呗 对了 小青现在忙什么呢 还在忙她那个 关于一亩草的项目 我今天把你俩交过来吃饭啊 主要也是谈这件事情 小青不是在建议做了一个个人的实验室吗 主要就是研究一亩草虫的化学单体 我准备王大公司入股了 这个事可了不得啊 这个星效一旦开发出来 那效益绝对是可断的 以前啊 我李十一就是小大小闹随便玩玩 这一次我豁出去了 全部身价我全投进去了 十一啊 你可别谦虚了 你这还小杂小闹呢 我知道入股医药类企业 这资金是最基本的门槛吧 槛哥都明白 就是所以啊 我现在就是在找合适的投资人呢 小青的实力你们都知道 我呢对他觉得信任 要为他哥 有没有兴趣 入点小股份啊 十一我看了 你这不是来叙旧啊 你这是来谈融资的 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是朋友啊 有钱带一块赚嘛 说真的啊 给你们提供一个机会这事 别敷衍我 灰号好想想 不着急 好 另外那个 哥们儿 我今天真的是 带着诚信来见你的啊 还想看看你 目的特别纯粹 所以杜总啊 他觉得是个菜市 杜总绝对是个菜市医啊 有他背着我心里边就踏实 我看你俩是关系啊 改天你给我签个馅儿 把他叫出来 我请他吃顿饭什么的 哥们儿 我跟你实话实说 我跟杜总真不熟 不熟 律师爷爷我告诉你啊 那个杜总对我们家薇薇 那可不怀好意 你可别把他往火坑里推啊 你说什么呢 不不不 这 别弄这么严肃 不熟这事我也不太清楚啊 不熟就不熟呗 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 来 这个 还是为了我们的友谊 我们再搅拌一下吧 好 来来来 来 看歌 还有肉骨那事 先吃菜 吃菜 吃菜 好 忙什么呢 我在跟淘宝客户聊天呢 淘宝 你要买东西吗 是啊 很多东西我得慢慢看 你要是想买东西呢 买很多的话 咱们应该直接去商场了 那多方便啊 你看咱们在美国网购的时候 品种又少运输又慢 万一再碰到什么不合适的 还要退换货 那就耽误时间了呀 所以啊我想看一下 国内网购的氛围怎么样 如果超乎想象的话 那我觉得就很省事了 网购 你应该不需要啊 网购一般是给那种懒人准备的 宅在家里啊不出门 或者工作特别忙的人啊 还有一种人 就是像你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你什么意思啊 真的 马上回到见您 你恨不得全天后地铺在你那个实验室上 所以啊如果网购发达的话 你省事我省心多好 你做网购是在为我考虑啊 不然呢 好吧 既然是为我考虑的我准了 那你继续市场调查 回头给我交一个 满意的答卷 没问题 但是我现在有点电量不足了 没电了啊 没差好电吗 我 我需要在这儿充满电 充满电继续干活 来一批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磨叽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 指不定那天就被什么杜总啊 常总啊 或者别的什么总啊 就借责新登了 你信不 十一啊 你是不知道艾薇这些年过得有多么苦 所以在感情方面 我真的不想再逼他 顺其自然吧 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是觉得石头是不是也该捂热了 要不行你就换个招数 走 走 咱们先吃吧 他们睡得晚呢 起得夜晚 生活中跟咱们不一样啊 我告诉你吧 他们呢 这都是在国外养成的坏习惯 早睡早起呢 把他精力充沛 你做起事情来在那事半工备吧 好啦 行了 不就多睡一会儿吗 这人小事你看你 这是小事吗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啊 这自然规律 要不人白天上班晚上晚上休息吧 对不对 叔叔 阿姨 早 早早早 不好意思 我起晚了点 有什么我能帮您做的吗 没有 都弄好了 你赶紧地洗漱一下一会儿来吃饭 我等肖战起来一块吃吧 肖战还没起床啊 昨天晚上他聊美国那边工作的事 早上才睡下去 现在我再去看看他吧 让他都睡一会儿吧 你们先吃 好 食物中跟咱们不一样吗 吃饭 云母科技 这是什么公司啊 赵小青 赵小青啊 谁啊 这个我不知道 人家刘美博士 马歇尔理工大学药化学系教授 以前在国际期刊上 发表过很多文章的 我记得我读硕士那会儿 还看过他文章 是吗 那他这么厉害的话 为什么还要回国创业呢 人家这种成功人士 上哪儿创业不都一样 是吗 也对 不就像是有钱 但是呢 他说是有钱 不是 有钱 有钱 他说是有钱 是有钱 他说是有钱 有钱 在这边 我的我的 别动别动别动 您好 我是秀先生吗 有您的快递 这么快 这是同程的 所以比较快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 谁啊 这什么东西啊 网购的东西啊 人快点给你送过来了 网购的 就是网上买东西吧 是啊 不 你怎么能把家里的地址 随便告诉陌生人呢 这安全不安全呢 我发现你是继续可以胡来的人 是吧 不是 这都是网上注册的商家呀 人快递员也有单位 有公司 都是正规的 什么叫乱来呀 这什么呀 血压仪啊 来 我给你试试 血 血压仪啊 孩子 血压仪那是要到正规的医药店 去买的 你这从外边就随便叫叫叫 一个乱七八糟人给你移送来 完了你就要给我试试 行了 我不敢试你这东西 怎么回事啊 您昨天还答应我 要尝试一下新的生活方式 那今儿就翻脸了 我告诉你 这个网购啊 就是新的生活方式之一 行了 你这个新生活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晚上上网不睡觉 白天呢到中午起床 然后呢 勾得一些不明来路的人 往家里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现在怀疑你昨天那是给我下套啊 目的是想稳住我 然后让你胡来 我不接受 知道吗 我告诉您啊 别看那旧的不愉快已经翻篇了 但是您要这样 新的不愉快 马上就会产生 小兔崽子 你这是威胁我了 谁敢威胁您啊 东西就搁这儿 爱用不用 我才不用呢 好 也不敢骗 俩 一盒 几 两集 五花 三菱 阿姨 你太厉害了 好会还假啊 那个人都被绕晕了 过日子嘛 不就得这样啊 还送了咱们俩番茄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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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儿媳妇啊 是 是 电话响了吧 是你的吗 没关系 来来 借吧 给你忙你的 我先上去了 喂 十一哥 怎么样啊 臭媳妇正式搬见公婆了呗 你别胡说啊你 你太丑媳妇呢 我这边挺顺利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是跟你聊那天 入股的事情 这件事情啊 我现在考虑得差不多了 建国呢 也很支持 等你回来 咱们去当面 把这事敲定啊 真的呀 你们确定都想清楚了吗 哥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 这么些年 靠的就是投资收入的 文准狠 而且再说了 我们真的对你有信心 你这么说 我得多大压力啊 这压力不就有动力吗 而且我一旦入股的话 爸 说实话不就为你解决了后顾 只有你还有什么压力啊 行了 先不聊了 你拿这两天就好好休息一下 陪陪肖战的父母 我现在准备再误测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合适的投资人 回头跟你说啊 好吧 那就辛苦你了 具体情况咱们回去再谈 好吗 好 拜拜 拜拜 杜总 杜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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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仰啊 病人李十一 不好意思 李总 今天预约的人比较多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我有时间 我有时间 来 请坐 李总 你的材料我看过了 恕我直言 这医药企业的投资是个无底洞 在没有成果之前 动则几亿 几十亿的投资 都是有可能的 就算结果出来了 那回收的周期也比较长啊 简言之 我现在是不会轻易尝试这个领域的 杜总有顾虑是应该的 我很清楚 但是我也想请您相信 我们赵小青教授的实力 一旦分离出一亩草的单体 创制出临床药品 那么等着您的 将是巨大的利益和回报 而且杜总大名远样 我相信您肯定有这个眼光和谋略嘛 也许吧 但是科研的事我们谁也受不准 也许一年两年就做出来了 也许十年二十年还是一无所获 再上言上 抱歉 我现在真的不看好这个项目 没关系 其实我今天主要过来的目的呢 是想和杜总交个朋友 您看要不然这样 等到我们后面的项目有了新的进展 那个时候我再过来向您汇报 那当然 这投资呢讲究的是时机 没准下一次啊 我就是去找你了 不可能 就算时机到了也是我过来找您 交个朋友 改天约上艾老师 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吧 在上言商这件事和艾老师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艾薇确实是我朋友 但是生意上的事她不懂啊 别让她搀扶了 好 那李总是个信心中人 我很欣赏 我经养杜总 杜总那今天多有套扰 先告辞了啊 再见 再见 幸会 幸会 幸会啊 幸会 再见 来 来来来 赶紧 来杯热牛奶 妈说有助于睡眠 谢谢 对了 咱们明天一定得早起啊 你爸今儿已经有点不高兴了 老年人啊 有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你再忍忍啊 委屈你了 影响你睡眠 胡说 是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既然住在这儿呢 就应该遵守老年人的 作息时间嘛 是啊 要说你比我懂事呢 那行 今儿我不睡了 明儿我叫你 讨厌 没错 听你的 对了 你现在忙吗 我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好啊 你说 十一哥说他想入股我的公司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你是怎么想的 首先呢 我刚回到国内 我也不认识什么人 我觉得 我挺希望有人来帮我 分担一些科研以外的工作 这样我可以重心放在研究上 其次呢 十一哥 我们是朋友关系啊 我挺相信他的 而且他在管理公司上面 肯定是比我有经验的 我们如果合作起来的话 我想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商量啊 甚至可以回避很多问题 你看是这样啊 我跟迦森合作办企业到现在 我们经历过无数次巨大的分歧 曾经差点闹翻了 这就是前车之间 如果你决定接受十一的股份 那么你就要想清楚 你今后很有可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不不不 我不这样认为啊 你跟迦森呢 是商议上的合作伙伴 我跟十一哥呢 我们是朋友关系 而且认识这么久了 像亲人一样的 这性质不一样啊 那你的顾虑是什么呢 就因为是朋友嘛 我就会更担心 十一哥赚钱也不容易啊 都是赚的血汗钱 而且他那么看重钱 我就担心我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他也不是很懂 他是想冲着赚钱来的 万一以后我们两个 在这个决策上面 有什么矛盾的话 会影响朋友关系吧 我明白了 我觉得啊 首先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生意厂商无朋友 这句话你要记住 大家合伙做生意 首先想到的 就应该是赚钱 而你要想到的是 如何保护好自己 还要去想到 如何解决今后 有可能发生的股权纠纷 以及保护好公司利益 你不能总想着 替别人去保护好投资利益 明白吗 其他的事情 那是他应该去考虑的 可是我回来以后 十一哥忙前忙后 帮了我这么多忙 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这于情于理 我都没办法拒绝呀 如果真要合作的话 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啊 我又不懂 所以才问你啊 这样 我给你想个主意啊 你先保证自己的 百分之四十五股权 以及学校的百分之十 这样你至少先占有了 百分之五十五的绝对大五 对吧 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五 剩下的 还有王大哥介绍的一个 持有人叫薛总 他占了百分之十五 还剩百分之三十 我可以把这三十都给十一哥 我觉得你可以 把剩下的百分之三十 分成两份 让十一占百分之十五 剩下的百分之十五 你可以 拉老孙进来 这让你既满足了 十一入国的需求 那么今后如果万一发生什么 股权上的纠纷啊 多一个人多一个意见 也许还能多一票 完美了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 你现在不光是我这情商上面的老师 你还是我生意上面的军师啊 你呀先别着急夸我啊 凡事啊是有利有弊的 大家一起做事呢 有分歧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 必须在世间先划分好大家的职责范围 并且 要说好 今后如果产生分歧怎么解决 这就叫 丑话先说前闹 没错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这件事情我听你的 行了我没事了 你忙你的吧 宝宝 我觉得你最近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要不咱们要不要早点回见你 现在回去啊 那怎么行啊 我们刚到你爸妈家来 我们要现在走的话 叔叔阿姨会生气的 你没见你爸这两天精神都多好 那他可不精神嘛 好容易超儿一人天天训 他平时也没法训我妈呀 你真的是跟你爸一模一样 刀子嘴豆腐心 我倒认为呢 你爸对你那种训斥啊 真的是一种 另外一种父爱 特别特别深的爱 有时候我在想 其实是我们不好 我们太自私了 为了自己的梦想 跑那么远 离开父母 我们陪伴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我想 我们多留几天好不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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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进来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行吧 我又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起来 大半夜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啊 把你儿子那儿去 跟肖战住在一起 大半夜你发什么神经啊 北京待得好好的 你跑那边干吗去 那个肖战和小青啊 工作起来都是不要命的人 我上次呢去美国 我可看见那个小青啊 他就是个工作狂 我们两个要不去监督他呀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结婚生孩子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保守孙女呀 他们都那么大了 这种事情他们心里有数的 咱们去了 咱们去了你只能跟人添乱哪 我这添什么乱哪 我去了以后 我可以帮他们打扫打扫卫生 给他们做做饭 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 这样他们不就是 有精力结婚生孩子吗 我这是添乱吗 你想得美吧 你没看那两个人吗 为了迁就咱们 那白天搞得都没精打采的了 再说建宁那个地方呢 多潮湿啊 一旦咱们到那儿病了 不给人家乱上加乱吗 是不是 小青现在人家做的是大事 咱们得支持人家 你不能我革命了一辈子了 到老了我成了绊脚石了 你等小青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 他自然会考虑到要小孩子的事情 到那时候呢咱们过去 帮他们带带宝宝 这两全其美吗 是不是 到那时候啊 我还不知道 能不能带动孙子呢 你觉得我到时候挺高的 到那时候 你就成孙子了 那我也愿意 好啊 所以现在 你得早睡早起 你把身体养好了 到那时候 你才能是一个好孙子呢 去吧 来来来来放这 好 好 别忘了这个东西啊 好 太多了我跟你说 回头到机场你看怎么弄吧 这见您该有的都有 这些东西网上还都买上呢 你看你这都是妈亲手给你做的 能和买的一样吗 真是 就是那是阿姨的一片心意 能买得到吗 对吧 大不了呢 机场带不了 咱俩在上飞机之前 把它吃光不就好了 你说的 还是小青会说话 你多懂事你 是 那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想带那儿 还带不走呢我跟你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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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早了 赶快上厕所吧 好 到那边呢 两个人照顾好自己 好好工作 叔叔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肖战呢 你们两个都答应我了 回去抓紧地 把这个婚事啊落实一下 别忘了啊 放心吧 该提上日程都会抓紧的啊 别操心了 走了 走了 叔叔阿姨保重身体啊 再见啊 让司机开慢点啊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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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那些有什么用呢 我说什么呢 叔叔阿姨真的很舍不得你走 这次回来啊 看了他们感觉 一下子老了好多 我在想等过一段我们稳定了 我还是把他们接过来 给我们注意的 你能有这样的想法真好 都不知道我现在看到你 跟你爸相处得这么好 我又多开心 不过呢 其实阿姨最着急的 还是咱俩结婚的事 是 不过这个事呢你 你可千万别太有压力啊 我跟阿姨这么说的 我说咱俩呢 只要等事业稍微有点成绩了 就会把这件事情提上任手的 所以现在我要快点努力 加倍努力 把我的实验做出点成果来 你也是哦 那肯定呢 我不能掉链子呀 好 哥们 姐们 你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的 我同学药物化学的 你呢 我给你一个专业的 我见你一科大的 哥们 你呢 生药 生药 厉害啊 你是怎么来这儿面试的呀 我叔叔老是推荐我来的 你呢 我跟你一样啊 我听说啊 这个赵教授 在马歇尔理工大学是很厉害的 他手上有特别多的资源 你知道吗 我觉得 只要在他这个工作室做实验 那前途肯定一片光明 你想的还真多 前途和命事再说吧 你这不是眼高手低吗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我这个叫什么 知己知彼百战不代 我总得先了解一下 我工作的老板是什么样的背景啊 是吧 你能知道 咱们实验室的父老大是谁吗 谁啊 陈佩公啊 你说是谁 陈佩公教授啊 这个陈佩公他是个工作狂 做起实验来什么都不管 就是他老头 就因为这个人离活了 关键是 关键是他儿子现在也不理他 这也太拼了吧 这种八管从哪走来的 我有我的路子嘛 对啊 其实啊 搞科研的人很多都这样 咱们就说这赵教授 快四十了 还没结婚 我估计他这辈子啊 小老师 我可是他这辈子啊 是谈不上谈婚人家啊 天哪 在这条路上走到黑了 我不会也变成恨家一族吧 乱传别人是非有意思吗 你们是来面试的 还是来八卦的 我就放松一下大家的紧张情绪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林兴海是谁啊 林兴海 是我 进来吧 请坐 请坐 林兴海 生物药学博士 我看了你的履历 在校梯间你就参加过国家的两个重点 干吗 这样不好了 睡在我们的硬性者中 算是非常亮 你不想知道 这哥们表现怎么样 首先 为什么想要加入我的实验室 第二个问题 你对我们接下来 要开始的研究 有什么样的看法 赵教授 首先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决定 要加入您的实验室 来这儿面试 只是给自己多一个实战训练的机会 林兴海 你是来应聘的 希望你注意说话的态度 不要太狂妄了 如果嫌我狂妄 那我可以直接告辞 你 等等 妈 这哥们来面试呢 进来干价了吧 谁是你嘛 别把我叫老了 这样吧 你先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你对我们的研究项目 有什么了解吗 关于这个项目 我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赵教授 第一 据我所知 您在马歇尔理工大学的科研环境 足够支撑您做这项研究 可为什么您非要跑回国内 来做实验室呢 第二 从一亩草混合物中提取单体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更别提您根本无法确定 单体是否一定比混合物更有效 也就是说您带领团队要做的 是一个期限不定 而且即便是实验成功 也极有可能结果失败的项目 所以我想问赵教授 支撑您做这项研究的想法是什么 林兴海 你可以出去了 你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还跑到这儿来大放厥词 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跟你所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陈教授 我认为一切药物化学的研究 都是大同小异 无非是确定目标 海量实验 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 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坚定的意志 往往来源于明确的动机 我不想参加一个半途而废的团队 一辈子做不出成果 还要坚持下去 陈教授 难道这不一直也是您的风格吗 他还说咱俩打官 他都知道赵教授彼此上问了 还说他在美国混不下去啊 他还说陈教授 一辈子都做不出成果 凉了 虽然说 你说话的方式有一些歉途 但有一些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所以我愿意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首先在美国对中医药研究 还是有一些误解和限制的 所以在中国 研究中医药是最适合的 第二个问题 我能在美国排除各种阻力 找到了一亩草中的提取物 并证实了它的疗效 靠的就是百折不挠这一样东西 我能回答你满意吗 好 那我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 请你回去等我们的结果 结果出来以后 会以电邮的方式 发送到你的个人邮箱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